在老外的高温实验中经常会出现一些融化的金属 金属融化后温度非常的高 把它们倒在其他的物品上 简直就是毁灭性的打击 把石头放在熔炉当中 经过一段时间的加热 石头也已经融化了 变成了高温的岩浆 看起来不管什么物品 只要温度足够高都可以被融化 那么一块木头能不能融化变成液体呢 只要温度变高 木头很容易被电燃 于是又在里面放了一些水开始加热 经过一段时间加热 木头的外面已经被烧焦了 而里面完好无损 这种方法看起来并不是很好 于是就把木头放进了真空箱 把里面的空气排干之后开始用激光笔照射 我们都知道在真空当中不会燃烧 所以老外用激光笔给木头加热 不管温度都那么高 木头都不会燃烧 看一下这样能不能让木头融化 在木头上已经出现了一些黑点 看着也被激光给烧焦了 不管怎么样 木头看起来都没有融化 又把木头放在烧瓶当中加热 里面的木头依旧保持着原来的形态 看来想要得到融化的木头理论上可行 而实际操作却很难实现 大家可不要模仿这种危险的实验呀 会领域滑好的 嗯 嗯